当前这赖政府的内阁人士布局已经逐渐的明朗 据了解新任的陆委会主委已经内定由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邱垂震来出任 过去邱垂震曾经担任这陆委会发言人期间 形象非常温和且深受总统蔡英文的信任 这回接掌陆委会主委也代表着赖政府未来对两岸间的事故 将会采取着和平务实路线 延续蔡英文的两岸外交政策 不卑不亢坚定告诫中国 这是过去担任陆委会发言人的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邱垂震 接下来他更内定在赖清德政府上任后回国接掌陆委会主委 他长期不管是个人的专业乃至于在政务的磨练 都是最为熟悉对中政策的重要的年轻世代 赖清德新内阁人事布局逐渐明朗 在现任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计划回到学界后 将由邱垂震接任职位 而邱垂震同样是学界出身 过去经常往返中国交流访问 使民进党内委数不多的支中派 虽然派系属新潮流伯 在2016年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他便被延览担任陆委会副主委 一直到2023年2月转任 海基会副董事长 形象温和熟悉两岸事务 长期以来深受蔡英文信任 他也是民党内的支中派 也是温和派 那我想这样的任命 其实也凸显出 赖清德总统也希望能够有效地改善两岸关系 这是赖清德总统也释出的一个善意的牌 邱垂震接掌陆委会 加上签前曝光内定国安会秘书长的吴钊燮 和国防部长顾立雄 赖清德新政府国防国安两岸事务 大幅延续蔡时代路线 和平务实政策 冲淡赖清德昔日的台独色彩 从小英政府上来之后的八年 邱垂震一直都在第一线观看 所以他是最了解习近平过去 这几年来的一个政策的转变 赖清德现在上来之后 他在外交国防以及两岸 其实沿用的都还是 蔡英文总统的一个班底 谨慎审慎 但是不照进一个态度 来面对两岸关系 邱垂震不只符合新内阁 仍是布局培育终生代计划 更期盼在理性对话和和平基调上 让两岸关系能更稳健发展 接下来接下来的众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